为了校霸,青梅放弃211大学,执意要去一所大专。我为了她的前途考虑,将事情告诉她的父母。却不想逼得两人私奔,最终校霸死亡。青梅受到刺激,忘记一切。后来,青梅和我结婚生子。然而在生产当天,我和父母遭遇车祸,父母当场死亡,我高位劫贪。在ICU醒来,我看见撞我的人竟是死去的校霸。 而青梅抱着孩子,满眼恨意,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会和阿胜分手。这个孩子也根本就不是你的校霸笑得猖狂。八年前,你害得我断了条腿,这场车祸我还给你,我被他们活活气死。重生填报高考志愿那天,我没有再告诉他的父母,而是看着他走入他期待的烂泥潭。 泽远,如果你敢告诉我爸妈,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青梅娇俏的声音传来,我猛地睁开眼睛,看见屏幕上青梅已经填好的高考志愿表。 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重生了。上辈子,我为了青梅的前途,将事情告诉他的父母。 我自以为是为青梅好,却让他恨了我一辈子,甚至害得我家破人亡。这一世,我不会再这么蠢了。 明泽远,你听到了吗?我回过神,看着眼前娇俏可爱的青梅,缓缓一笑。 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青梅冷哼一声,靠在一背上,拿着手机笑得甜蜜,想来是在和他的男朋友聊天。 填完志愿以后,青梅借口要和我逛街,拉着我从家里出来。 可是刚走小区,青梅就欢天喜地地跑向路边,一个闻着花壁的男人身边,迫不及待地说,老公,我已经填报好志愿了,我就说,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的。 花壁男孩奖励时地亲了他一口,宝贝,真的太好了,我们永远不分开。 乔胜说着,挑衅式地看了我一眼,我微微一笑,朝他们挥了挥手。 祝你们玩得快乐,乔胜目露惊讶,就连青梅也多看了我一眼,似乎诧异我的反常。 也是。 上辈子,我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每次青梅去见乔胜,我都会阻拦,甚至为此和乔胜打过架。 结局可想而知,我打赢了架,却输了人。 青梅怨恨我伤了他的心上人,一连两个月都没和我说过话。 破冰那天是在周末,他利用我当借口,夜不归宿和乔胜去泡网吧,结果遇到小混混群殴,乔胜抛弃他去救另一个女生。 青梅哭着来找我,放下狠话不会再理会乔胜。 可是不到两天,我看见青梅和乔胜手牵手,一同朝酒店走。 被我发现后,青梅辩解,阿胜说,那个是他的前女友,把一切都交给他了,所以才保护他最后一次。 只要我把自己全部交给阿胜,阿胜以后就只会保护我了。 乔胜揽着他的肩膀,朝我笑着说,我们男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和你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打电话给了青梅爸妈。 他找不到理由,只能回去。 青梅的父母大约也感觉到了什么,对他的生活管束更加严密,两人的见面机会不多。 匆忙中什么也做不了,而在那段时间中,我不止一次地看见乔胜和其他女生从酒店出来。 见此,我更不希望青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甚至在听见青梅为了乔胜,要放弃211,去一所大砖,阻拦不得时,将事情告诉了他爸妈。 他爸妈看着他修改了高考志愿,却没看住他的人,青梅在和乔胜私奔过程中出了车祸。 后来的青梅忘了乔胜。 在大学的四年,我和青梅的感情水到渠成,毕业的第二年,我和青梅举行了婚礼。 青梅也很快有了抱抱,我以为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只是没想到,一切都是他策划的,对我的抱负。 回想着上辈子临终时听见的话,我的恨意汹涌,恨不得杀了他们泄愤。 但是一想到乔胜的家世,我放缓情绪,他们这些垃圾,根本不值得我动手。 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阻拦,青梅会不会和乔胜白头偕老。 我在外面晃悠了一下午,看过了车水马龙,吃了蛋糕,喝了奶茶,才对自己的重生有了些许的真实感。 也许是上天看不过去,所以给了我重来一世的机会。 晚上我回到家,还没进门,就听见隔壁青梅家想震天的争吵声。 你们只是我的父母而已,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未来。 我爱乔胜,他说过他会对我好的。 你们一直都在控制我的人生,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如果你们逼我分手,我就死给你们看。 我正听着,青梅家的门被猛地打开。 我和满脸泪痕的青梅四目相对。 他的眼睛红肿,看见我一脸愤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明则远,你真卑鄙,你以为把事情告诉我爸妈。 我就会和你在一起吗? 我告诉你,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 即便早知道他的真面目,但听见这番话还是有些心凉。 这就是我喜欢了二十多年的女孩,真是瞎了眼了。 我深吸口气,平静地说,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你志愿的事情。 你填报什么,去哪里,跟谁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陆田,从今以后,你的事情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陆田脸色骤变,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你。 他的身后,陆父陆母追出来。 陆母扯着他,大声喊道,如果不是你班主任,我还不知道你这么胆大妄为。 你知不知道,你会毁了你自己的。 现在跟我回去,把你的志愿改了。 我不回去,你们看中的都是我的未来,我的前途。 只有他,只有他才是真的关心我,青梅两手把脸一舞,泪水从指缝里向外涌流。 认识他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是他让我知道原来白粥不只可以加糖,还可以搭配咸菜。 我的人生不只有一种选择,我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可以走陆母眼睛通红,捂着胸口,被气得脸色发白。 我很体谅陆母现在绝望崩溃的心情,自己娇生惯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因为一晚白粥,就要放弃自己光明的未来,就算不是母亲,也会觉得难过。 但是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彻彻底底做了一个旁观者,围观着这一场闹剧。 陆田哭喊了半天,最终还是被陆夫陆母带回去,修改了高考志愿,填报的依然是和我一样的大学。 陆夫陆母看着他,一直到志愿填报结束,才放松了看管,但依然不让他踏出房门半步。 隔壁房间的争吵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我爸妈看着陆田长大,将他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听说他为了一个混混放弃211学校。 急得上火,一天三烫往他家跑。 我考虑着要怎么劝爸妈不要再管陆田的事情,却听见爸妈妈妈咧咧地从外面回来。 我妈气得红了眼睛,真是狼心狗肺。 我好心劝他好好念书,他却说什么? 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你念了那么多书,不还是在家里伺候老公儿子? 我妈模仿得唯妙唯笑,这个讥讽的语气让我捏紧了拳头。 我爸也气得不轻,白眼狼,这十几年白疼塌了,我摸着手机,观察他们的脸色,眼睛一转试探着说,陆田毕竟已经成年,做出什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们管那么多也没什么用,我一开口,爸妈朝我看过来,奇怪地打量我。 说起来,泽远,你最近有点奇怪,你不是最关心他的吗? 怎么这次这么大的事,你一句话也没说,对啊,这根本不像你我握紧手机,思考片刻。 才说,可能是见识到了关心他的下场,所以我放弃了爸妈不明所以,以为我在说气话。 只有我知道,我真的不会再管他了。 那天之后,爸妈没有再去露田家,也没再提过露田。 随着时间推移,小区的讨论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在盯着露家的八卦。 我出门丢垃圾都能听见他们在讨论露田,无一不唏嘘。 是重点的三好学生,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未来重点大学的学生。 最后却为了一个混混要死要活。 我感觉到有人议论我,但是我不在意。 某天晚上,我陪着妈妈在小区散步。 一个转身,我看见青梅将床单拧成绳子,吊灼从楼窗户爬下来。 幸好我们住的楼层不高,不然他举动铁定摔成残疾。 我看着青梅爬下来后,朝外面跑。 我找了借口,暗中跟了上去,果然在小区门口看见他那个花壁男友。 两人相拥在一起,亲吻过后,青梅上了他的摩托。 轰的一声,车子窜了出去。 我拿出手机看看时间,一模一样的时间,原来他上辈子就是这么跑的。 真是相爱能抵万难啊。 我没有再看,转身去找妈妈,我想今晚应该没法睡了。 我跟妈妈在小区多转了两圈,想到上辈子妈妈因我而死,我就心痛,各种甜言蜜语哄得妈妈心花怒放。 最后才认真说,妈妈,九月份我要去上大学,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小时候。 妈妈为了照顾我放弃喜欢你的工作,而这一离开,就是十几年。 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应该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我拍着妈妈的手,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不会再让妈妈担心了。 所以我希望是妈妈能够的幸福,妈妈红了眼眶。 笑着点头,其实照顾你而很幸福,看着你和甜甜一起长大。 提起青梅,母亲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和母亲一边聊,一边往家走。 刚到楼下,就见陆夫陆母匆忙地从家里出来。 你们怎么了?这么急? 我妈拦住他们询问道,陆母气不成声,甜甜甜甜从家里逃出去, 和那个小混混一起出车祸了。 不放心陆田的情况,我爸妈说要一起去医院,我借口回去拿东西先回了家。 重生后,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件事,既然陆田说,乔胜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上辈子还会冒出一个只是残疾的乔胜? 到底是陆田在说谎,还是乔胜骗了他? 如果是陆田说谎,那他的失忆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伪装失忆又是要做什么? 报复我妈,但如果是乔胜说谎,乔胜的目的又是什么? 陆田又是什么时候知道乔胜没死的? 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必须要弄清楚。 我回家拿了手机,以乔胜家属的名义给医院打了电话。 得知乔胜还在手术室,才赶往医院。 我打了车,到医院后,正好看见父母他们进医院。 我从另一个电梯上楼,到了手术室外,看见门外聚集了几个人。 这些人我在上辈子见过,他们是乔胜的家人。 我想了想还是没上前,而是去了陆田的病房。 病房里,陆田坐在病床上,正在抹眼泪。 我爸妈他们也刚没多久,围在陆田身边叹气。 田田,你真不懂事,三楼你都敢跳。 你可真是吓死我们了。 你想没想过,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你爸妈他们要怎么活? 陆田脸上闪过一抹心虚,然后哭了出来。 爸,妈,陆母红着眼睛,拍了他一下。 你要死啊,你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不让你和那个混混在一起,你就私奔。 你还要不要脸了。 他说着,眼泪流得更加汹涌。 陆母爹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让我和你爸可怎么办啊? 陆家就这么一个女儿,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话了,在家里千娇万宠。 在学校有我这么个竹马保驾护航,生活顺心顺意,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 可能就是生活在顺利了,所以才会有乔胜这么个人出现。 陆田也跟着哭了出来,我是真的喜欢他。 爸妈,求救你们了,我只想和乔胜在一起,除了他,我什么都不要。 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是快乐的。 我不喜欢跳舞,也不喜欢小提琴,我讨厌穿那些公主裙,更不喜欢被人当成小孩子。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 爸妈,求你们,让我和乔胜在一起吧。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什么。 这一次,求救你们了,他跪在床上,紧握着陆母的手,苍白着小脸,眼泪流得汹涌。 曾经的我看见他这副模样会觉得心痛,可现在,我站在门口,心再也不会因为他的眼泪起一次的波澜。 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陆田会喜欢乔胜,明明我才是陪了他快二十年的人。 后来知道,陆田的人生太顺利,顺利到没有一点出格。 而乔胜叛逆,肆意张扬,这样的人对乖乖女一样的陆田有致命的吸引力。 在他乖顺的十几年人生中,留下一抹浓墨重彩的痕迹,陆田喜欢上了出格的乔胜,连带着他也变得叛逆,自私。 陆母只说让他好好照顾自己,等出院以后,就回老家看他外婆。 陆母拒绝了,并想送走陆田,好让他和乔胜断联系。 我能猜到陆母在想什么,陆田和乔胜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只要等这两个月过去,陆田上了大学, 看到更多优秀的人后,就不会再想着瞧胜了。 陆田自然也听明白了陆母的言外之意,情绪变得激动又吵又闹。 我这么多年才遇到一个喜欢的人,明不同意我和阿尚在一起,我就跟他一起去死。 啪的一声,陆母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陆田,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陆田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陆母。 妈,你打我。 陆母狠心不去看他,你就在医院里好好调养。 等你出院,你就回老家去。 妈。 陆田,我这是为你好陆母说完以后,没再看他,起身离开。 我妈不放心,叮嘱我看着陆田,然后跟了出去。 我爸拍着陆父的肩膀,将人带出病房。 有则远在,你就放心吧,等人都走了以后。 陆田拿起枕头,砸在我面前。 明则远,你现在满意了吧。 我不明所以,我满意什么? 你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冷笑一声,我爸妈和你爸妈都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只要我和阿胜分开,我们以后肯定会结婚。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陆田看我的眼神冰冷,带着恨意,好像都是因为我,陆父陆母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我捡起地上的枕头扔在床上,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陆田,我不喜欢你了。 不管从前我对你怎么好,以后你的事情都和我没关系, 你愿意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我不会干涉,也不会过问。 至于叔叔阿姨不同意你和乔胜在一起,我想你应该从你们自己身上找原因。 如果乔胜真的优秀,我想叔叔阿姨不会反对我讽刺一笑。 毕竟你是个成年人空有年龄,没有脑子,我以前真是眼瞎了,才会把他当成宝。 陆田的脸色有些微妙,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 我去去转身离开的病房,但我没离开,只是坐在门口。 毕竟我妈还是让我看着他,如果陆田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我爸妈也肯定会担心。 就当是坐邻居的关心吧,看着他别再闹事。 我爸妈他们并没有走远,过了十分钟,他们回来了。 陆父陆母的心情已经平复下来,只是陆母的眼睛还有些红肿,看起来忧心忡忡的。 显然在为陆田担心,医院这边有我们,你们先回去吧,陆母说着,看向我。 泽远,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能不能请你帮帮忙,这丫头现在诡秘心窍。 你们俩同龄,又从小一起长大。 你说的话,他肯定会听得陆母目光轻易地看着我。 我笑了一下,只是说,我尽力吧。 田田现在这个状态,我也不能保证他能听进去我的话,陆母眸中的光一下子暗淡下来。 是啊,麻烦你了。 泽远,我没再说话,和爸妈一起离开医院。 到了门口,我说东西忘记拿了,转头跑了上去。 乔生的手术已经结束。 我问过护士后,找到乔生的病房,站在门口,看见乔生还昏迷在床上。 旁边一个老太太握着她的手,黑瘦的脸上带着算计。 要不是那个死丫头,我孙子怎么可能会出车祸? 真是个骇人精。 这样的女人进了我们的家门,还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听说那女孩家里挺有钱,把阿胜害成这个样子,不得赔点钱啊。 说话的女人约莫四五十岁,脸上带着贪婪。 男人也跟着点头,她害得阿胜变成了残废,以后必须得嫁给阿胜。 不然阿胜怎么去媳妇儿? 咱们乔家不就断根了吗? 文言,老太太点头。 哦,对,她必须得赔给我一个孙媳妇儿。 哼,不然,不让他们好过。 他们大声密谋着要从陆家拿走多少钱,必须要从陆田身上拿走足够多的赔偿。 不然就不让他们好过。 我将所有的话录了音,这才离开。 心里装着是,回家的路上我都没说话。 我妈以为我担心陆田,安慰我道。 我问过医生啊,田田只是身上有些擦伤,没什么大事。 但是那个男生那边,听说人还在手术室,具体情况得明天再看看了我回过神。 笑着说,我不是在担心他。 我只是在考虑要不要趁着这两个月的时间,拿个驾照文言。 我骂一了一声,仔细看我的表情。 确定我没撒谎。 这才奇怪地说,你往日不是最关心田田的吗? 怎么现在? 开车的我爸事实插话,那就考个驾照吧。 过两天等陆田出院后,你再去报名。 那丫头现在一门心思都在那个桥上身上,你能看透也是好事,可是我妈还想说什么,被我爸打断。 从前看陆田乖巧懂事,现在不行,这要是泽远真的和他在一起,你也该愁泽远以后该怎么办了我妈沉默,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田田毕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那又怎么样?人家现在连他爸妈都不放在眼里。 你觉得还有你这个伯母吗? 没有。 上一世,陆田仗着怀孕,昨天做的折腾我爸妈的死后,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爸妈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 他的报复不单单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所有阻碍他和乔胜在一起的人,都是他报复的对象。 我妈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我侧头看着窗外,夜幕下,车水马龙,灯火通明。 即便没有我的通风报信,陆夫陆母依然知道了陆田和乔胜的关系。 而两人也依然因为私奔发生车祸,他们没有因为我的重生而发生改变。 我或许改变不了任何的人的生活轨迹,但我也确确实实改变了我自己。 我确信,我不会再陷入在陆田和乔胜的骗局之中。 绝对不会,第二天,我和爸妈到了医院,环梅到病房就听见里面传出的吵闹声,其中夹杂着陆田的哭声。 我们跑过去,看见病房里满是人,在中间的是乔胜的奶奶。 约摸六十岁的老太太单手掐腰,指着被陆母抱在怀里的陆田大声叫道, 多怪你这个狐狸精,害死了我孙子。 我的大孙子啊,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啊? 老人一拍腿坐在地上,开始大声哭嚎,要不是他这个狐狸精,我孙子怎么可能会出车祸? 我儿子在里面躺着,他却好端端地坐在这里,凭什么? 赔钱,必须要赔钱。 老人身后围着的人情绪越来越激动,吵吵嚷嚷的就要上手。 我妈一惊,立马往里挤,大声喊道,干什么?你们都想干什么?这里是医院,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三口才进去,爸妈和陆父互在陆田面前,瞪着面前的众人。 有什么话都好好说,再闹,我就要报警了。 我妈拿着手机,已经播出110,就差一个拨号键,电话就会打通。 对面相互看了一眼,为首的女人笑了一下,你们也别激动,我们就是来要一个说法的。 他指着陆田,因为这个狐狸精,我儿子出了车祸,现在还在ICU里面躺着。 这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你儿子是谁?陆田在身后大喊,我不认识你儿子。 我儿子是乔胜,语人也拔高了声音,你吵着闹着让我儿子带你私奔。 你现在打算不认证吗?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你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乔胜,陆田扒拉开我妈,看向女人,上下打量她一番。 脸色突然一变,你刚刚说什么?乔胜怎么了?乔胜在ICU里躺着,要不是我儿子护着,你怎么会一点伤也没有? 乔胜一双眸愤恨地瞪着她,脸色气得惨白,恨恨地说,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说法,不然我们就不走了。 对,必须要给一个说法。 乔胜可是我们乔家唯一的男孩,现在出了这么大事,你们必须得给我们赔偿。 他身后的人叫嚷起来,声音吵得人头疼。 护士在外面蹦蹦跳跳,这里是医院,不能大声喧哗,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吵闹声中。 我小心地看着他们,悄悄地报了警。 他们带了这么多人,显然是有所预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事,报警都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三句话不离赔偿,明显是想要钱,我妈也看出他们的意图,冷笑一声。 你孙子就是那个混混,我们还没找你试呢,我们田田才多大,他就用我们田田离家出走。 田田要是有什么事,我们一定不会饶了你。 女人一下子乍毛,你说谁是混混呢? 我儿子好好的在学校上学,要不是这狐狸精勾引。 我儿子指定能考上大学,现在好了,大学上不成,人还在里面躺着。 医生说再不行就会有生命危险女人看向老太太,后者立即拍着大腿哭好起来。 我可怜的孙子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这个狐狸精也必须陪葬。 我妈气得火冒三丈,你嘴巴放干净点,要不是那个混混的蛊惑。 我家闺女在学校好好上学呢,我没找你们麻烦,你们还倒打一耙。 那女人不服气和我妈争吵起来。 我看了眼露田,她呆呆愣愣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就是个狐狸精,见女人才十八岁就会勾引男人。 我根本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我家的门。 我妈一辈子都温柔,身边的人也都是有教养的人,哪里能骂得过这样的泼妇? 我正要说话,身后露田突然尖叫一声,倒在床上昏了过去。 门外,警察终于到了,你们谁报的警? 露田昏迷让陆父陆母一下子慌了神,急忙喊着医生。 我在人群中举手,是我报的警。 我将妈妈拉到身后,指着面前的人说,他们闹事女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摆手,不是闹事,不是闹事。 他们女儿勾引我儿子离家出走,导致我儿子出了车祸。 人现在还躺着呢,她瞥了一眼老太太,老太太立即哭好起来。 都闭嘴,医院里不能大声喧哗。 你们不知道吗?警察一出声,老太太立即闭上嘴。 都说说怎么回事吧,我抢在前面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又说,这件事情双方都有错,但是对方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我们是不认同的。 你一直在说你儿子在ICU,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说去看看,你们拦着不让出去,除非你们在撒谎,想要借此敲诈。 女人脸色一边,恼羞成怒,你是谁啊?跟那个狐狸精又是什么关系? 我儿子和那狐狸精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警察,我儿子出车祸是事实,他们必须赔偿。 好了,事情的经过我们都了解了。 昨天的事故也是我处理的,后续我也了解过,你儿子只是断了腿,并没有住进ICU。 还有骑车的人是你儿子,车还在交警队扣着,麻烦你有空去领一下车,顺便把罚款交了女人脸色骤然一变。 警察,你是不是误会了?怎么可能是我儿子呢? 我儿子平常都在学校时,你说的罚款肯定是别人的,是不是你去一趟就知道了警察说着? 值了值我们几个人,你们几个都跟我走一趟吧。 剩下的人都散了,有了警察的话,他们也不敢在这里闹,加上主事的几个人都被带走,剩下的人也就跟着散了。 我去警察局做了笔录后,才回到医院。 爸妈见我回来,立即询问我经过,我将警局的事情告诉他们后,我妈还在生气,都什么人,张口单传,闭口单传的。 脚不裹了,裹脑子,我上辈子就见识过他们家的奇葩,倒没有很惊讶。 上一世,他们也在医院里这么闹过,非让陆夫陆母给个说法,我听不惯他们张口闭口指责陆田是狐狸精,直接动了手。 最后的结果是我进去待了两天,因为对方只要钱不调解,我们家还赔了几万块钱。 而陆田也是在我打人的时候,昏过去,我进去以后发生的事情是我妈告诉我的。 乔胜抢救无效死了,陆田失忆。 上一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有些不该有的小庆幸,庆幸陆田忘记了乔胜,庆幸陆田的人生可以重新回到正轨上。 仔细一想,上辈子的我还真傻,为了一个陆田,差一点毁了自己。 泽远,陆田醒了,我妈的声音换回我的回忆,我站起身跟着走进病房。 陆田坐在病床上,懵懵懂懂地看着我们。 我眸光微闪,来了,下一秒,陆田捂着脑袋,说出那句我熟悉的话。 妈,我怎么在医院啊,陆田失忆了。 医生给陆田做完检查后,得出这个结论。 检查没有问题,之所以失忆。 考虑是心理层面的原因,在经受重大打击时,会有一部分人患有选择性失忆症。 初步考虑,患者也是这种病状恢复时间,这个不能确定。 有些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恢复,但有些人可能永远都恢复不了陆母哭倒在了陆父怀中。 田田一直不能恢复记忆,可怎么办啊? 陆父长叹口气,好像老了十岁。 对,没事,总能治好的爸爸把红着眼睛的妈妈揽在怀中,低声安慰着。 我站在最后,什么话都没说。 离开医生办公室后,我偷偷去看过了乔胜。 乔胜已经醒了,但是发生车祸时,摩托砸在他的腿上,导致他腿断了,生命倒是没太大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陆田会一直以为乔胜死了呢? 回到病房,陆田正在和陆母聊天,询问自己住院细节。 陆母不想让他再受刺激,只能随便找个理由,出门的时候没注意,出了个小车祸。 给你检查过身体,没什么大碍,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陆田点点头。 既然没事,妈妈你就不要担心了。 快,笑一个妈陆田软软的撒娇,逗陆母开心。 我妈站在我身边叹气,要是一直这样就好了,等田田恢复记忆,还不知道要怎么闹,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只要他能上完大学,以后总能看开的爸爸安慰到。 是啊,只要上了大学,他见识到的人够多,总能忘了现在的。 曾经的我也是这样以为的,哪怕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不是我。 我也希望他可以过得开心幸福,只可惜。 第一,我没有再想下去,推门走进病房,田田恢复见到我眼睛一亮,你还知道来啊,我都醒这么久了,你都没来看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我还重要。 他的语气一如往常,眉眼弯弯,即便是抱怨也能让人心情很好。 我站在旁边笑了下,没什么事,就是有同学车祸住院,我过去看了一眼文言,陆夫陆母一脸紧张地看向我,生怕我会说出什么,刺激到陆田。 陆田啊了一声,皱着眉问,也有同学出车祸了吗? 严不严重,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 他拉开被子正要下床,被我拦住,不用了,他没出什么事,就是腿断了。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家长们松了口气,我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想要从中看出一点破绽,但是什么也没看出来。 不知道是他伪装的好,还是真的失忆了。 我继续说,他家长在照顾他,本来情绪就不好,再看见怕是要闹了陆田疑惑的歪了歪头,似乎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呕了一声,没再说要去看人。 陆叔叔,林阿姨,你们回去休息吧,我说,都好几天了。 今天我在这里照顾他,等晚上你们再过来我看向陆田,叔叔阿姨每天都在医院,这里晚上也不能休息,本来说你今天能出院,但是医生得多观察两天文言。 陆田立即说,对啊爸妈,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泽远在这里能照顾好我的,别忘了晚上多带点好吃的,我感觉我都瘦了,他捏捏自己胳膊, 脸皱成一团,陆父陆母相视一眼,最后陆母将陆父推走,你回去吧,我在医院里守着,等下午你再来替我,他都这么说,陆父没再坚持。 和我爸妈一起回去了,陆母两天都没休息好,陆田下床将病床让给他,然后和我坐在房间里的凳子上,一起玩游戏。 我一边打着游戏,一边注意他,他低着头,眉目认真,看不出任何破绽。 这一晚就是一下午,陆田伸了的拦腰,你先玩,我去个厕所,我点头。 等他走了以后,站起身跟了上去。 陆田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很快到了厕所,走了进去。 我没好意思站在门口等,就去了隔壁的南侧。 南侧和女侧中间隔了堵墙,我在靠近门的坑位里站着,门被拉出一条小缝隙,可以看见门口来往的人。 如果陆田出现,我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十分钟后,陆田出现了。 我急忙从厕所出来,洗了手跟在后面,陆田低着头看着手机往病房走。 我并不担心他在手机上看到关于桥上的信息。 早在今天早上,知道他失忆的时候,陆夫陆母就将他手机里关于桥上的信息都删了,包括但不限于某信、某音、QQ、微博等等。 就连同学那边,陆夫陆母也用他的手机发了消息说明了情况,并且拜托大家不要提起桥胜,以免刺激到他。 只要看不见,陆田就不会想起。 我和陆田前后搅回了病房,他看见我从外面进来有些惊讶。 我找借口拉肚子去厕所。 陆田嫌弃得撇撇嘴,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两天,陆田依然住在医院,在陆母的要求下,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检查过程中,陆田路过桥胜病房。 当时所有人都很紧张,又不能让他绕路,只能跟在身边,陆夫用身体挡住他的视线,不让他看见病房里的人。 可奇怪的是,病房里的人看见我们,竟然没有追出来。 路过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房间里的人是乔胜他奶奶和他妈,两个最难缠的人,没道理看见我们不出来闹。 除非他们还有另外的打算,我心里装着事,连带着和他们说话也心不在焉起来。 陆田不满地撇着我,跟哪个小姑娘聊天呢? 这么心不在焉的,要是真有喜欢姑娘,就赶紧去追人家。 这高考都结束了,也不耽误你谈恋爱这番话说得粗位十足。 上辈子的我听见这话,肯定会找了理由敷衍过去,再暗戳戳地表明对他的心意。 现在的我只是笑了一下,没有,我只是在想考驾照的事情,考驾照。 陆田满脸困惑,你怎么突然决定考驾照啊? 反正在家闲着,不如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在他要说话之前,我立即补充,我已经报名了。 过两天刻意考试,之后就要开始练车了,那我也去。 陆田说,说好暑假一起玩的,你可不能撇下我一个人文言,陆母不愿意,低头劝道,甜甜啊。 医生让你在家多休息,等明年放暑假再考驾照吧。 我不,为什么泽远能去,我不能去。 陆田抓着他的胳膊,撒娇,妈妈,考驾照而已。 有泽远在,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你的身体需要休养,考驾照很累的,你不一定能撑得下来陆府也劝说。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和泽远一起去。 陆田生了气,转头看我,明泽远。 你还不赶紧帮我劝劝他们我一副拿他没办法的模样,说,陆叔叔,林阿姨,你们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不给他机会,怎么露出马脚。 而且,就算我不说这话,他之后肯定会跟着我一起跑去驾校,到时候将责任推到我身上,我难免被一顿埋怨。 倒不如做个好人,顺水推舟。 就这样,陆田跟我一同去了驾校。 驾校距离家有些距离,而且中间会路过医院。 我俩早上一起走,晚上一起回来。 中午,因为距离,只能在附近的商场休息。 驾校的学生很多,加之我和陆田也并不在一个组。 练车的时间不一样,又因为陆府来找过教练,他的练车时间安排在了前几个。 经常他先练完,然后在周围等我。 有时候在驾校里,有时候在商场。 加之,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陆田将等我的地点彻底定在了商场。 某天,我前面的人有几个因为中暑请假,我提前练完车去商场没看见陆田。 问过和他同组的女生,得知他练完以后就走了,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 我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陆田的身影。 正打算给他发消息,忽然看见他QQ上的WiFi在线。 我猛然想起什么,汽车去了医院。 我熟门熟路地走到桥上的病房外面,通过打开的门看见坐在床边的陆田。 这一刻,我说不出来自己是什么感受,大概是尘埃落定,果然如此。 陆田果然没有失忆,他这段时间的表现全部都是骗我们的,一切都是他们谋划好的。 我的手紧握成拳头,强忍住想冲进去打人的冲动,打开了手机的录像。 手机里,我看见坐在病床边的陆田紧紧握住乔胜的手,明亮的眼睛擒着泪珠,毫不可怜。 阿胜,你等等我,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陆田甜美的嗓音在这一刻变得很利。 所有欺负你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好过乔胜断了的腿被吊起,整个人白了一下。 能看出被照顾得很好,乔胜拍着他的肩膀,我相信你。 他们现在都相信你已经失忆,不要露线。 在计划没有完成之前,不要来找我。 要是让你父母豁名则远之道,我们就真的不能在一起了露天乖乖地点头。 我知道的,但是我真的很想你,所以才没忍住来见你。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啊? 我们现在还小,你反抗不了父母。 而且你的大学还需要他们出钱,我不希望你跟着我吃苦。 等我有能力照顾好你,我一定会把你接走的乔胜揽着他的肩膀,让人靠在自己怀中。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你想想,如果你父母知道你没有失忆,他们一定会把你送走。 以后你就都见不到我了,我不要露天抓住他的衣服。 委屈地皱起眉,我一定会听话,等到我大学毕业。 就没有人能用任何理由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到时候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乔胜宠溺地捏捏他的脸蛋。 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吧。 别被明泽园起一心,我不想露天扭扭捏捏地抓着他的衣服。 乔胜亲了亲他,露天羞红了脸,这才放开他的衣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我连忙躲在旁边的楼梯间,躲在门后面,低头看着手中自己录下来的视频。 听着外面雀跃的脚步声消失,这才从楼梯间出来。 乔胜的病房里,他妈已经回来了,正坐在床边和他聊天。 怎么样,都跟那个丫头说明白了。 乔胜点头,都说清楚了,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他妈满意的点点头。 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一点也不检点,见着一个男人就想扑上去,哪个我们纳惠儿。 连牵手都不好意思他妈脸上带着嫌弃。 我跟你说,咱们家可不要这么不检点的人,不过你要是真喜欢这小姑娘,倒是可以玩玩。 以后娶媳妇儿还是得找好人家的女孩,即便我现在不喜欢露天,听见这话还是不免生气。 他们家背地里就是这么编排人家女孩子的。 难怪,养了乔胜这样的畜生。 乔胜也笑了,您放心吧,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他家里有钱,现在还这么喜欢我,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看我让他装失忆,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而且他还是报的还是名牌大学,以后出来能赚不少钱,凭我现在和他的关系。 以后还能亏待我。 他妈这才满意的点头,还是我儿子聪明,不过这丫头要是不听话怎么办? 嘿嘿,你儿子我有的是办法。 再说我为了他断了一条腿,他要是不能让我满意,我可不会让他好过。 语言顿时喜笑颜开,那行,我儿子这腿不能白断我正录着像。 手机屏幕上弹出露天给我发的消息,问我练完车没有,我保存了录像,给他回了两个字。 还没,在看房间里的人,已经母慈子孝地谈论起以后的幸福生活。 我没有再待下去,转头离开了医院。 回到驾校已经是十分钟后,露天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刚开始是问我什么时候能结束,后面就变成问我在哪里,他没有在驾校看见我。 我让出租车司机停在商场的另一边,这才装作慌忙地往回走,并给露天回消息。 告诉他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去了厕所。 跑回驾校门口,露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刚走近,露天就质问我,你去厕所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我等了你好久了。 你车什么时候练完的? 我揉着肚子,随意地说,练完就去厕所了,没跟你说是想让你在商场待着。 你怎么出来了?不嫌外面热了? 露天目光闪躲,将手里的东西再给我,我怕你中暑,所以给你买了奶茶,手中的奶茶有些温热。 可是上面写着的又是嘉宾,显然是买了好一会儿,冰都化了。 我没有戳穿他,说了一声谢谢,就和他回了家。 那天之后,露天没有再去医院,我没练车结束,他都在商场里等我。 拿着手机乐滋滋地发着消息,我想肯定是在和乔胜聊天, 两人现在见不了面,要是乔胜再不跟他聊天。 恐怕哪天露天就装不下去了。 我一边观察露天,一边练车,在开学前夕,我俩都拿到了驾驶证。 大学开学时间不一样,等露天到开学,我在学校待了快一个星期。 送他来的是露夫露母,我去校门口接人,并将他们送到了寝室门口。 学校有门禁,即便是开学,男神也不能进女生寝室。 我和陆傅找了学校里的餐厅等着露母和露天。 坐在椅子上,我拿着手机存量着视频要怎么用。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视频才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正想着,陆傅的声音忽然传来, 则远,你和田田离家这么远。 以后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相互照顾了我回过神,朝陆傅笑着说。 陆叔叔放心,田田有事的话,我会帮忙的陆傅一掖, 静静地盯着我看了两秒,情绪复杂地点点头,能帮帮她是最好的。 这丫头被我们惯坏了,她本性并不坏, 就是有时候有些没脑子,不然也不会因为一个小混混,就。 后面的话,陆傅没有说,我也明白, 但凡陆田的脑袋灵光一点, 就不会因为一个混混要死要活的。 我没有说话,我无权发表意见, 过了一会儿,陆傅和陆田才过来。 我们一同吃过午饭后,陆傅陆傅就开车回去了。 陆田长叔出口气,转头看我, 你下午有安排吗? 我摇头,那你回去休息吧。 我下午约了和摄友一起逛街, 他是本地人,可以带我们到处走走, 我点头,转头回去。 我本来想在寝室躺着睡觉, 下午却被室友拉出去买东西。 室友有个女朋友,快到生日, 让我陪他一起去买礼物。 我俩逛了两条街, 室友才选好给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要回去的时候, 看见本该和室友一起逛街的露田, 搀扶着主拐的乔盛一同往酒店走。 两人并没有看见我, 我也没有上前阻止, 直到没看见, 在路边拦车回了学校。 大学的生活丰满而充实。 半个月的军训结束以后, 我们正式开始上课。 大一的课程安排得比较满, 选修还有英语课要上。 自从新生开学吃完饭以后, 我和露田没有再联系, 不过经常能看见他发朋友圈。 周一到周五就是一些心情, 周末周日就是校外的风景图。 大部分都是从酒店往外拍的, 十一他也没有回家, 也不知道他怎么和陆夫陆母说的。 两人也没有问过我, 他在学校的生活。 反倒是我爸妈经常提起露田, 不是问我, 我俩的校园生活, 就是问我俩在学校有没有联系。 我每次都推脱过去, 最后实在推脱不过, 只能说我们专业不同, 安排的课程也不同, 学校那么大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 至于周末, 我更多就是在寝室睡觉打游戏, 我是真的不知道露田怎么样啊, 想来他和乔盛应该过得很开心, 毕竟没有人会再阻止他们来往。 那番话后, 不知道我爸妈怎么想的, 没在我面前再提起过露田。 十一返校后, 露田来找我吃了一顿饭, 他笑眯眯地给了我一个盒子, 我十一和室友一起出去旅游了。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我打开盒子是一小瓶香水, 我盯着香水的瓶子有些走神。 这种香水, 上一世露田也送过我, 当时我很开心, 认为这是他对我的关心。 可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香水只是某个品牌手表的赠品。 而那款手表, 后来我在乔盛手上看见过。 我将香水放在桌上, 不嫌不淡地说, 谢谢我的态度让露田有些不满。 你这人真是, 给你送礼物, 你还不高兴了。 不过我心情好, 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笑了一下, 也没说话。 吃完后, 我借口寝室有事, 拒绝了和他操场的提议。 露田当时就拉了脸, 闹脾气地踢了脚石头, 不去就不去吧。 谁稀罕跟你一起去, 他双手还胸, 气鼓鼓地走了。 只是走得并不快, 似乎是在等着我去哄他。 这种场景上一世发生过无数次。 他不高兴就闹脾气, 等着我跟孙子一样去哄他, 花钱花时间花心思, 可最后不知道哪句话说错, 还会让他冷战我一段时间。 我提心吊胆地生怕, 这个祖宗会不高兴, 和我分手。 现在看来, 他巴不得和我冷战, 然后去校外和乔胜私会。 我走到寝室楼下, 看着手中的香水, 嘲讽一笑, 将香水丢进了垃圾桶。 我又不是垃圾站, 才不需要别人不要的赠品。 露田似乎是真的生气了, 没有再和我联系过, 连朋友圈也把我屏蔽了。 我乐的清闲, 也没有像上一世一样, 去热帘贴冷屁股, 而是开启三点一线的生活, 虽然单调, 但是忙碌而充实。 我开始享受我错过的大学生活, 除了室友那个狗东西 不停在我耳边念叨他的女朋友, 给我们撒狗粮以外, 一切都很完美。 时间一晃, 大一上学期课程结束。 放寒假时, 爸妈过来旅游, 顺带接我回去。 收拾东西的中途问起过露田, 我妈提议让露田 跟我们一起去旅游。 我给露田发消息,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把我拉黑了。 连电话也打不通, 最后还是我妈给露田发消息, 问她要不要跟我们晚几天再回去。 露田没有回消息, 我妈有些不放心, 去了露田的寝室找她, 也没找到人。 思考她可能是和室友出去玩了, 我妈给陆母发了消息后, 就和我往学校外面走。 却没想到在学校门口遇到回来的露田, 她脸色苍白, 眼眶里带着眼泪, 整个人的色彩都暗淡了下来。 我妈心疼得不行, 立即将人抱在怀里, 这是怎么了? 怎么哭成这样啊? 露田摇着头不说话, 抱紧了我妈, 嚎啕大哭。 我妈没办法, 只能先将露田带走酒店。 我爸悄悄问我, 露田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我双手一摊表示不知道。 露田都把我拉黑了, 在学校我俩不联系, 也根本见不上面。 露田发生过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不过我猜测是和乔胜有关系, 就是不知道乔胜是说了什么混账话, 还是又做了什么混账事被露田发现了, 不然露田也不会哭成这个样子。 晚上吃饭, 我妈又给露母发了短信, 说带着露田一起在周边城市玩。 她没有提露田哭了的事, 想来是露田拜托她不要说。 第二天早上, 露田又恢复到正常的样子, 见到我爸, 扭捏起来。 对不起叔叔, 我昨天和室友吵架了, 所以心情不太好, 有些失礼了。 我平时不这样的我爸乐呵呵地摆手, 没事, 同学之间有些小摩擦是正常的。 你和泽远从小一起长大都会吵架, 更别说是认识半年的同学了。 只要把话说开就好了, 我爸说着, 抬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这做人啊, 还是朋友最重要, 什么事情能闹得不来往。 你俩这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泽远, 你是男孩子, 先跟田田道个歉。 这时就算过去了, 我爸又开始当和室老, 每次都这样, 我和田田一吵架, 我爸就会说这些。 什么我是男孩, 先道个歉, 这话说着明显就就是偏向于田田。 我心下翻白眼, 选择了一个更杀雕, 选择了一个更杀雕的。 我关闭锁屏, 直到没看见, 我们在外面玩了一个星期才回去。 到家的时候, 陆田的情绪明显好了许多, 不再每天抱着手机发消息, 更多的是盯着手机发呆。 到家以后, 陆母带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 检查的情况还是老样子, 可不是老样子嘛。 陆田的试意是装的, 就算是换十家医院, 也都是一样的结果。 过年那段时间, 我没什么好忙的, 最后去了一个叔叔的公司学习, 本来我妈也想让陆田一起过去的, 但是她说自己想休息, 就待在了家里。 公司再忙, 过年也是要放假的, 过年的那两天我除了出门拜年, 就待在家里跟室友打游戏。 陆田偶尔会来找我, 但都是坐在我旁边拿手机聊天, 脸上也时不时露出甜蜜的笑容。 过了正月十六, 学校开学, 我和陆田又恢复到列表好友的状态。 下学期的课程依然繁重, 但不同的是, 寝室的第二条狗子脱单了, 是我们隔壁班的女生。 两个寝室一起吃饭的时候, 两人毫不客气地在我们面前秀恩爱, 我和身边的一个女生一脸无语。 能不能考虑考虑我们这些单身人士的想法, 单身狗的命就不是命吗? 我俩一口同声质问, 但得到的只有起哄和嘲笑。 那女生翻了的白眼,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我在旁边点头表示赞同。 回去路上, 我们分了好几波, 两人去了网吧, 两人去逛街, 那对新情侣去看电影。 会学校的只有我和那个女生, 我俩拼了车, 但毫无交流。 第二天的课堂上, 我才知道她的名字, 周文静。 因为两个寝室的那对小情侣, 我和周文静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接触之后才发现和她的名字不一样, 她的人跟文静两个字一点也不沾边。 大大咧咧的有些虎, 乐观开朗, 很喜欢笑, 很有活力, 也很可爱。 一起玩久了, 我发现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她, 看见她笑就会跟着一起笑。 寝室的大聪明给我分析, 我肯定是喜欢上人家了。 我没有否认, 我是想喜欢她, 但是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而且我还不确定周文静喜不喜欢我。 大聪明掐指一算, 拍拍我肩膀, 这是交给哥们。 为了兄弟, 我两肋插刀, 是不是两肋插刀我不知道的, 但她为了女朋友, 能插到两包。 寝室为二有对象的大聪明和二傻春 盘算着来了一场寝室联谊, 联谊的地点定在了酒吧。 他们没跟我分享计划, 一到地方也不看价格, 就点了酒, 然后指着我, 他买单, 我差一点就要把酒瓶子砸他们头上。 过了一会儿, 两瓶酒下肚, 现场的气氛也活络起来, 他们才提议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转动酒瓶的时候, 两人一个劲地给我实眼色, 光明正大地, 周文静要是看不见, 他就是瞎子。 果不其然, 玩了几轮都没轮到我和周文静。 最后还是周文静看不下去, 亲自动手转动酒瓶, 才选中了我。 还没等我说话, 二傻春已经开始抢答, 他选真心话。 周文静看着我, 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脸颊有些红。 现场,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也看着他, 心跳如雷。 有其他人跟着起哄的大笑, 周文静再次转动酒瓶, 选中的还是我。 他是我吗? 他直求得我有些还害羞, 正打算点头, 怀中忽然一重。 泽远不知怎的, 露田出现在我怀中, 抱着我的脖子, 声音哽咽。 我终于在找到你了突如其来的人, 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 周文静静静地看着我们, 换了问题, 他是谁? 我不知道看着周文静, 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是我邻居妹妹, 和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看样子是喝醉了我和露田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 只能简单地解释后, 拽着有些醉意的露田起身。 文静, 你刚刚的问题, 我晚点回答你, 我的那句话让周文静的脸色好看了些。 他点点头, 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看样子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先把他送回学校吧。 剩下的事情, 之后再说我点点头, 叫上室友一起, 把露田送回学校。 路上, 露田抱着我的, 流着眼泪道歉, 责远哥哥, 对不起不知道他是真罪还是假罪。 一路上, 除了道歉再没说出第二句话。 到了他楼下, 我用他的手机解开指纹, 在找他室友时, 看见被他置顶的微信。 实用的头像和他是情侣, 这个应该就是乔胜了。 我没有看两人聊天记录, 而是找到他的室友发了消息后, 等他们下来, 将露田交给他们, 就打算离开。 转身还没走, 我的手被人抓住。 一转头, 是露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最眼朦朦地看着我。 责远哥哥, 你别走我和露田的关系, 他的室友和我的室友都不知道。 原因是, 这辈子我没有像田狗一样追着他, 他也没有来找过我, 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校外。 以至于他的室友知道他有一男朋友, 却没有见过人, 甚至将我错认成他的男朋友。 露田语气可真好, 有你这么帅的男朋友, 还对他这么好, 怎么以前不让我们见见啊? 露田的室友扶着他, 眼睛却在看我。 我尴尬一笑, 解释, 那是因为我只是他的邻居, 并不是他男朋友。 他喝醉了, 就麻烦你们呢照顾一下他了, 几人有些尴尬, 扶着露田就要上楼。 露田挣扎着朝我走来, 亮亮呛呛地扑在我怀里, 紧紧地抱着我, 泽远哥哥, 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喜欢乔盛的, 不应该害得叔叔阿姨出车祸, 更不应该气死你。 我真的后悔了, 他的呢男生很小, 我却听得浑身一僵, 垂眸看着怀中的人, 心中涌起惊涛骇浪。 车祸, 他说车祸, 他说的这些, 他不应该知道的。 难道, 难道他也, 可是为什么呢? 上辈子, 他不是得偿所愿了吗? 拿了我的钱, 养着情夫乔盛, 两人还有了孩子, 他们应该过得很开心才对, 怎么听他的语气? 他像是被骗了, 我躺在床上, 触神地想着, 如果是这样,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我还在想着应该怎么对他, 如果将事情都抖落出来, 让他知道乔盛的真面目, 我不会甘心。 上辈子他把我害得那么惨, 我凭什么还要帮他排除渣男? 可是陆父陆母又是无辜的, 平白被算计, 我爸妈知道了也会难过。 但如果是陆田重生了,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看好戏, 不管最后结局怎么样, 都是他应得的。 正想着要怎么再验证他是不是真的重生了, 床头忽然被拍响, 二傻春晃了晃手机, 我女朋友给我发消息, 说文静约你去胡心亭, 要和你聊聊。 文静他联系不上你, 只能把消息发到我这里, 文言, 我立马拿起手机, 果然看见周文静给我发的数条消息。 昨天晚上的真心话大冒险, 因为我的离开而结束, 后面, 我被留在女警外面没能回去, 他们也就直接回了学校。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我还没给他。 我立即下床, 换好衣服去了学校的胡心亭。 周文静已经到了地方, 他打扮了一下, 化了妆, 换了小裙子, 很漂亮, 让我很心动, 或许是觉察到我的目光。 他低下羞涩一笑, 昨天的问题, 你想好答案了吗? 我, 我正要说话, 他抬手打断, 回答那的问题之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和昨天那的女生是什么关系? 你曾经是不是喜欢她? 我觉得惊奇, 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她双手背在身后, 故作轻松, 女孩子的直觉, 她靠近你的时候, 你没有躲。 说明你和她的肢体接触已经成为了习惯, 我沉默了一瞬, 的确是这样。 上辈子的朝夕相处让一切都成为习惯。 只是那是上辈子,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俗称青梅竹马。 我曾经喜欢过她, 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喜欢了别人, 甚至为了那个人放弃这所学校, 要去一所大砖。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不喜欢她了, 我将过去的故事简短说给她听。 从新生入学开始, 我们就很少联系。 昨天我也不知道她在那个酒吧。 至于以后, 她只会是我的邻居, 除此之外, 不会有任何的关系, 我观察着周文静的表情。 我的回答她应该很满意, 严肃的脸上露出笑容。 她跳起来, 用手肘将我的脖子勾下来, 捏了捏我的脸, 名则远, 这话可是你说的。 如果以后让我发现你们旧情复燃, 老娘可不会放过你们。 她这话的意思, 听好了名则远, 我喜欢你, 允许你做我男朋友了。 我也允许你心中还对那个女生有好感, 毕竟十几年的感情, 你要是真的一次性放在。 我还会觉得你薄情寡义, 周文静撇撇嘴, 不过有个期限。 这个期限我就不告诉你了。 等到时候我发现你还喜欢她, 我就剁了你, 听懂了吗? 我笑了出来, 遵命。 她松开我, 故作嫌弃, 可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 周文静点起脚, 轻了我一下, 才又说, 傻里傻气的我不自觉摸摸唇, 伸手将她揽在怀中。 我收回我先前的话, 如果对方是周文静的话, 我还能再谈五百年。 和周文静确定关系后, 我俩一起请两个寝室一起吃饭。 寝室唯一的单身狗发出愤怒的嚎叫, 凭什么只有我单身? 我也想要女朋友,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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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缺心眼是不可能有女朋友的。 为了安抚她, 周文静给她点了不少吃的, 让她化悲愤为食欲, 争取长胖市金。 我俩看着狗子狼吞虎咽, 大有要把我俩吃垮的意思, 不由笑成一团。 吃完饭, 我和周文静在众人唏嘘中牵手去逛街 也没什么想买的 主要是想体验和女朋友逛街的感觉 在商场转了两圈后 我俩买了两杯奶茶 捧着一边喝一边走 我正跟他闹着一起喝奶茶 结果在转角碰见露田 露田看见我们 脸色当时变得惨白 眼眶瞬间蓄满眼泪 颤巍巍地指着我身边的人质问我 泽远 他是谁 没等我反应 周文静已经牵起我的手 你好 我是他女朋友 我叫周文静 女朋友 露田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满脸不敢置信 你怎么会有女朋友呢 你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呢 你明明 我明明喜欢的人是他嘛 可惜那是以前了 现在我喜欢的人是我女朋友 我将周文静抱在怀里 笑眯眯地看他 嘿嘿 之前没说是担心文静不答应我 正好 你是除了我室友以外 第一个见证人 我连我爸妈都没说呢 一滴一滴眼泪 从露田的眼眶里流淌出来 他摇着头 喃喃自语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这一定是梦 你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呢 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啊 怎么可能会和其他人在一起 一定是哪里错了 一定是的 他说着 转头跑开 嘴里还喊着梦之类的话 周文静皱了皱眉 你不去看看吗 你的小青梅精神状况 看着不是很稳定啊 他之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呕了一声 随意地说 他高考志愿被发现后 他爸妈把他关在家里 他从家里逃出去和男朋友私奔 路上出了车祸 之后被刺激到失忆 他啊了一声 一把将我往前推 那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这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怎么和他爸妈交代 我熬不过他 只能去追露田 但很可惜 我没有找到人 只能先和周文静一起回去 再去他的寝室看看 回到学校后 周文静去了他的寝室 但是他还没回来 周文静又问了一些 关于露田的事情 宿舍的人也都不了解 唯一知道的就是 他在校外有个男朋友 没课的时候 就在校外陪男朋友 也很少回寝室 周文静将这些事情 告诉我的时候 我只说了一声 意料之中的事情 好不容易逃出 陆父陆母的看管 他又怎么会放弃 和乔胜厮守 只是让我有些在意 他既然已经重生了 知道一切都是乔胜 骗他的计划 那他呢为什么 还会去找乔胜 这个问题在当天晚上 得到了回答 我和周文静逛完校园 走到寝室楼下 就看见脸色难看的露田 他浑身汗津津的 身体微微在微微颤抖 周文静拍拍我的肩膀 有话好好说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情分了 别伤了和气 他说完以后 朝露田友善地笑了笑 然后离开了 露田眼洁微颤 亮腔地走到我面前 抓住了我的手 泽远 我知道错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保证 这一次我一定守着你一个人 好好跟你过日子 不会再犯魂 更不会再坐牢 我看了看周围的人 担心我们的话被别人听见 把我们当成傻子 我将他拉到旁边 这才低声说 露田 你有男朋友 我也有女朋友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再提起来也没什么意思 这怎么能过去 我是你妻子 我应该在一起的 他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 除了你 我从来没想过和其他人结婚 乔胜 乔胜就是一个意外 我只是 我只是被他蒙骗了 我也是受害者 露田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声音哽咽 泽远 是我犯贱 是我识人不亲 都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仗着怀孕 做天做地 还得爸妈车祸去使 他的声音染上哭腔 眼泪掉得更加汹涌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爱你的 泽远 我真的爱你 可你也让我死了 不是吗 我的话让他瞳孔地震 你 你也重生了 他紧咬着唇 所以你才没有阻止我报考志愿 才会对我这么冷淡 比你要早一点 所以 露田 我不喜欢你了 你对我说这些 也全部都没有意义了 露田也面痛哭 明泽远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阻拦我 看着我继续去找桥上 你明明知道一切的 为什么不再试着拯救我 我感觉我有些冷血 他哭成这样 我一点也不心疼 甚至有些畅快 我笑得肆意 反问 如果你是我 你会告诉我吗 你会去拯救 杀害你全家的凶手吗 你不会 所以我也不会 我没有雪上加霜 已经是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情分上了 露田 我说我不再管你 不是谎话 我是真的不会在意你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 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认真地说 你也看见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喜欢她 想和她在一起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可以吗 不 则远 你一定是骗我的 他要抓我的手 却被我躲开 露田 去年暑假练车 你去医院找乔胜 和他在病房聊天的视频 还在我的手机里 我说 没有把视频给你父母 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 如果让你父母知道 你和乔胜还有联系 甚至从他们手里 骗来的钱养着乔胜 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 露田呆愣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我 脸上满是泪痕 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我最后对她笑了一下 转身进了宿舍 回到寝室 看见周文静给我发的消息 问我谈得怎么样 我说都谈好了 露田以后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 再次听见露田的消息 是在一个月后 我爸妈和陆夫陆母 忽然到了学校 彼时 我正在和周文静一起吃饭 他们看见我和周文静牵着的手 齐齐争住 我介绍到 爸妈 叔叔阿姨 这是我女朋友 周文静 周文静大大方方地跟他们打招呼 叔叔阿姨们好 你们有事先聊 我回宿舍了 他说完就走了 我担心他们会有意见 正打算仔细说周文静 却听我妈说 露田失踪了 听他们解释 我才知道 这一个月 露田都没有和他们通电话 但是微信都有回 他们只当是露田最近比较忙 也没有在意 可是昨天说 露母忽然心神不宁 一直给露田打电话 但都没人接 就连微信也没人回 到了最后 手机直接关机了 他们实在放心不下 就来学校找人 我忙将他们带去请示 让我妈和露母去请示看看 十分钟后 我妈搀扶着露母下来 对我们摇摇头 她同学说 她已经快一个月没回来了 他们也联系不上露田 但是只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他们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露母一连串泪流淌下来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应该给她 抱这么远的学校 如果当时留在我们身边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在他们身边 他们还能看着人 可是在学校这边 没人能管得住露田 露父警皱着眉 这些话等以后再说吧 眼下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露田 我和他们一起去警局 抱了警 因为是妇女失踪 警局当即立案 做笔录了解情况的时候 我想了想还是说 露田有一个男朋友 之前听她室友说 露田经常和她男朋友在一起 这个男朋友是什么人 你们知道了吗 我看了看 陆父陆母 还是点头 把手机拿出来 找到桥上的照片 给他们看 就是这个人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等了两天 警方那边有了消息 有人曾经救过昏迷的露田 并将人送到了医院 但后来被露田的男朋友 也就是乔胜带走了 而警方也从医院了解到 露田住院是因为情绪波动过大 导致胎相不稳 有仙兆流产的迹象 听见仙兆流产四个字 露母身体亮呛了一下 差点摔倒 被陆父眼疾手快地扶住 那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露母眼含着泪 难难自语 怎么会呢 田田到底都做了什么 我站在旁边 没有吭声 我忽然想起上一世 露田在大学时 消失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他跟我说是学校安排的交换生 但是当时看见他的脸色特别苍白 现在想来 他消失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去流产了 后来结婚产检的时候 医生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差不多地回答 只是当时的我满心都是露田 根本没放在心上 警方说已经找到人了 要带我们过去 但是希望家属能做好心理准备 露母又差一点昏过去 警方将我们带回了隔壁市 某个小县城医院 露田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 像一个没有精致的等人娃娃 当地的警方告诉了我们 全过程 他们接到报警电话 说是杀人 地点在下属的一个村子里 到地方就看见露田 拿着刀昏倒在地上 旁边是已经死亡的乔胜和他妈 乔胜他奶奶现在还在抢救 他们露田送到医院后 做了检查 发现他流产 但是没流干净 医生给他做了刮工手术 之后就一直躺在这里 案发现场也做了检查 刀上出了死者 就只有露田的指纹 且露田自己也承认 是自己杀了他们 听见这话 陆母当时就昏了过去 陆父脸色骤变 亮呛两步被人扶住 才没有倒下 病床上的露田 忽然笑出了声 他们该死 他们都该死 要不是乔胜 我怎么会毁了自己的人生 是他骗了我 都是他骗了我 露田声嘶力竭地叫道 手脚并用地垂着病床 警方立即叫来医生 给他注射镇定剂 人才慢慢地镇定 半睁着眼睛 吸动着唇半 似乎是在说着什么 我说不上来 自己现在是什么感受 只是垂下眼瞼 没有再看他 露田的事情很简单 调查起来速度也很快 在露田来找我坦白的第二天 他去找乔胜大吵一架 出门时昏倒在路上 被好心人送去医院 检查出怀孕 医院那边给他的 紧急联络人乔胜打了电话 乔胜由此得知 露田已经怀孕 欣喜若狂下 乔胜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又担心露田会将孩子打掉 所以他们将人带回了老家 打算让他在这里 把孩子生下来 就算生不下来 等他的肚子大了 带去医院也不好做流产 乔胜担心会有人发现 还故意用露田的手机 给其他人发消息 伪装露田没失踪的假象 就这样维持了一个月 直到露田发疯 用刀将他们都砍了 邻居报警后 将他们都送到医院 而露母一直在给露田打电话 手机自动关机后 不放心露母找到学校 乔胜和他妈当场死亡 乔胜他奶奶被送到医院做抢救 但是抢救失效 也死了 露田对于自己杀人的事实 供认不讳 警方依法拘留 事情闹得很大 家里 学校和网络上都有讨论 就连周文静的情绪 也变得低落下来 整日郁郁寡欢 我在家里躺了一天 起来后 将拍摄的两个视频都删了 事情已经有了结果 我再留着这些 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说不出来自己的感受 现在的结果 是我想看见的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场顺其自然中 有意外发生 露田的重生改变了整个结局 露田起诉的那天 我去旁听 陆父亲的律师很专业 讲述了前因后果 给露田拉了一波同情后 在最后节点 拿出了露田的精神鉴定书 医生鉴定露田患有中毒妄想症 和中毒躁愈症 他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只会反反复复地说着重生 他相信自己是个重生者 他重生可以改变一切 让故事回到正轨上 可是现实 他是一个杀人犯 因为精神疾病 逃脱法律的审判 但依然被送到了属于他的地方 精神病院 在他进去之前 我去见过他 露田坐在床上 侧头看着天空 喃喃自语 则远 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明明我有很多人羡慕的一切 可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下场 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拥有的一切不说最好 起码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可偏偏一手好牌打成了输家 露田的目光缓缓落在我身上 则远 如果重来一次 你会选择拯救我吗 我依然沉默 不会的 我不会选择拯救他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露田咧开嘴 笑着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你不用说 我知道了我低下头 叹气 陆父陆母已经准备出国 以后可能都不会回来了 他正愣了一瞬 然后点头 不会来吧 不会来也好 省得听见我的事情 让他们糟心 我本来想拜托你帮忙照顾我爸妈的 但现在看来 不需要了 明则远 祝你霍州小姐幸福 谢谢我抬头看她 她脸上的笑容很明媚 我却有些伤感 我想 我不会再见到她了 在陆父陆母出国的那天 精神病院来了电话 陆田自杀了 全文完 我能否认你 你突然知道 她的 感谢观看